我今天来给小伙伴们去专门的介绍一下这款木煤气炉 这个炉子配了一个油腊帆布防水的套 上面有一个烤网 咱们抓住中间的这个圈 把大圈反过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天才口对着自己 想用这个烤网的时候 一共有三个角 无论是干木材还是湿木材都能使用 把粗的先放下去 然后上面放细的 点火也是从上而下点 它是上面第一道燃烧 本身木材燃烧 第二道干溜的木煤气从底边进入加层 然后上来 第二是参加进去燃烧 所以造成我们的火 它是那种晚上抽的拉的 它可以放直径 17厘米以上的任何的平底锅 或者说我们家用的这种煎底锅 当我们把烤网装上的时候 像有些小伙伴会用一些小的吊锅杯 当你的木材燃完之后 下面只有木炭的时候 可以用来烤烧烤 烤串烤肉 这个炉子非常适合三五个朋友一起野营 或者钓鱼的时候 炒菜做饭火力都足够不挑锅具 也特别适合喜欢自下游的朋友放在车上 作为一个阻力或备用的炉子 不用担心燃料的问题 咱们回头再聊 好